对于这首《博传瓜州》 有两派人士做两种解读 一种是说 王安石当时推动变法改革 而这个变法呢 在保守派跟改革派之间 引发了激烈的冲突 所以史称新旧党争 最后这个变法失败了 王安石被罢了宰相 然后他就住在金陵中山这一带 后来忽然得到皇帝的命令 要他重新回去做官 因此许多人觉得 王安石这时候心里 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他当时就是要从 瓜州渡口到对岸的金口 金口也就是今天 中国大陆的江苏省镇江这一带 到了金口 他就可以回他住的地方中山去了 那因为心情愉快 所以眼中看到的景致是美丽的 才会有这么一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 感觉不只是真正的春天 也包括诗人的脚步 像春天一样的轻快美好 但是另一派的人不这么认为 另一派的人觉得 这里面应该加上一些政治的解读 也就是王安石根本不喜欢做官 所以呢 他根本也不想付出 当他写这首《博传瓜州》的时候 已经是55岁的老人了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的生活里围绕着新旧变法 不但是变法推行困难 而且他得罪了非常多朝廷里的官员 在他罢官以后 曾经写下很多描写自然风光 或者是他自己闲情义趣的这样的作品 所以再一次的朝廷启用他 对他而言不见得是一件开心的事 甚至于从心情上来说 是很勉强的 所以《博传瓜州》 根本就是一首怀香诗 从这样的角度来解读 那么这一首《博传瓜州》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解释了 金口瓜州一水间 指的就是金口和瓜州 这两地之间只有一条河隔着 而中山呢 中山只隔数重山 他要回到中山他的老家去 其实也相隔几重山而已 但是我现在要一路北上 离我的家是越来越远的 诗人透露了一份依恋的心情 接着说 春风又绿江南暗 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人写作的时候正是早春时节 春风吹过 小草开始发芽 过不了多久 就会绿片了江南沿岸 但即便是春风 再一次把春天带来了 而明月你能告诉我吗 你什么时候才能照着我 回到我的家乡 其实王安石在这首诗里 并不是刻意要描绘 江南春景的美丽 而是感叹 一年一年的春天总会回来 可是自己这次一去 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到家乡呢